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这两个洗手间还蛮有意思的 他们俩正好风格特别不一样 所以今天就带大家一起来参观一下 你觉得咱们俩的差别大吗 就是两个洗手间 我觉得你刚说错了老婆 是吗 是非常不一样 还是非常不一样 走吧 先去看我的今天 咖啡不要了 咖啡等会儿就过来喝 好 边说边喝多有味儿的在厕所 应该先把这个门先关着打开我送来 有点仪式感 Action 这次是有仪式感的 把灯给大家打开 因为我们这个房子是二房东 重新装修以后再租给我们的 但是这个洗手间它基本上就是保持了原样 很有复古感和年代感 来进来我们一起就是根据我们这个设计来给大家看 那么首先进来以后房间的这个右手标呢 就是一个巨大的American Standard美标的这个马桶 现在市场已经绝版了 因为它差不多有20年左右的历史 而且这个美标它的尺寸就还蛮大的 然后最绝的就是来镜头给这边 在马桶旁边有一个电话 看你上厕所不了 步步高的 我跟腾哥我们俩平时上厕所的时候 我们俩就可以通个话 互相给对方打气 然后看看互相今天的这个质量如何 上厕所怎么样还行吗 然后这个旁边的这个类似于加热器吧 应该算加热器 是我们房东后家的 我们用它的主要仪不是用来加热 因为这个房子有全屋的这个地暖 用它主要是用来加热浴巾 像冬天的话每次洗完澡 哎 洗澡之前先加热 然后再用浴巾感觉就是幸福感爆棚 然后在下面呢就是有放一个大街桶 大街桶旁边呢是在某橘色的 橙色小软件买的这样一个脏衣楼 这脏衣楼我觉得还不错诶 因为它这个size完全够我们两个人的脏衣服了 而且它这边有一个盖子 所以有的时候呢也可以在盖子上面放一些小物件 同时呢它这边还有一个蚊子 脏衣服装满了后就直接把它推出去了 然后这个脏衣楼旁边呢放了一个体重秤 体重秤是我每天必用必备的 早上你知道吗 完全排泄干净 然后脱的光光的 然后再上层 这个数字是最准的 然后这边呢对面呢就是一个浴缸 我们过来看一下 这个浴缸它也是原来最早的 就是这个屋主装的 然后这边呢都是一些 就泡澡用的工具啊啥的 然后这块里面的这个刀铺 泡头枕啊这一些垫子 都是我自己在淘宝上面买的 真的蛮实用的 然后它旁边这个呢是用来秋枣的 它是用来清洁浴缸的 很好用 是你Tori家来的 到底是它的 清洁浴缸吧 我看你就不知道吧 每次都是我洗衣缸 你就是泡澡用的走人了 来我们看这边 然后从那边走过来以后呢 就到了我个人觉得最重要的洗漱台 因为女生每天都要待很久嘛 在这里 然后这个洗漱台也是满满的复古感 这个也是最早的时候留下来的这个老屋家了 包括它的这个配色是大理石和这种 有点泛黄的木色 包括这个门把手这块 也是满满的复古感 然后最爽的一点 大家来看这里 看这个避灯 我刚才能够第一次来看这个 我真的是被惊呆了 因为感觉很久没有见过这样子的避灯了 太有年代感了 然后呢来给大家看 就台面上都放了些啥 今天稍微的整理了一下 东西还是这么多没办法 实在是爱妃们太多了 需要一个一个的来重新一下 这一排都是我最近比较常用的护肤品 然后我平时眼镜也会放到这儿 晚上把隐形眼镜卸了以后呢就戴上框架 然后这一个小的格子里面呢都是一些防晒 然后呢还有一些发油功效性的产品 然后这个是我现在戴牙套的那一个皮筋 然后这边呢是两个刷筒 这刷筒是苏西之前给我的一个 我觉得很好看 我自己又买了 然后这边呢就是我的洗牙器 还有我的牙刷洗面奶砂的洗手液护手霜 然后在最右边呢 我放了一个这个两层的金色配大理石的架子 这一层上面主要是一些功效性的产品 并不是每天都会用的 然后这一层呢是有一些面膜呀 然后刺泡啊 然后旁边这个呢是一个面筋纸 但这面筋纸真的是太难用了 然后在洗手液的这个上面呢 我就之前在淘宝特别便宜买了一个架子 把我的美妆蛋放在上面 这还挺实用的 因为南方很潮嘛 然后接下来呢来看一下下面的柜子 首先是中间下面的这一个 基本上都是卫生间常用一些东西的囤货 这一块呢是我爱用的卫生机门 然后这块后面这个是洗脸金啥的 然后这块放一些侧纸 这还有一些隐形眼镜的护理液 然后旁边我放了一下洗刷子的这个 然后我卫生巾都会全部放到这个小盒里面 平时用的时候直接一滴溜出来就好 很方便 这边是日用卫生巾 然后护垫 还有夜用那种安全裤都放到这儿了 然后左边第一个柜子呢 基本上都放的是我最近比较常用的一些彩妆品 下面这个柜子里面呢放的基本上都是一些跟头发相关的工具 纸板夹 吹风机 梳子 发夹 精油 然后还有一些充电的东西都放到这块了 然后右边第一个这个柜子里面呢 放的基本上都是一些化妆要用的小工具 比如化妆棉呀 棉签 然后这个细节签 然后发夹 然后这边呢我把我几乎所有的粉饼啊 还有气垫类的全放到这儿了 因为正好空间刚刚够 然后这边呢这个小盒子里面呢也放的是一些小的工具和不常用的东西 右下角的这一个里面呢放的里面是一排面膜 然后这块呢是研磨 这个还是研磨 然后这边都是最近没有用的小样 还有想要试用的新的产品 然后以及隐形眼镜 很多小东西我跟大家讲哦 你要善用自己平时买来的东西的这个包装盒 像我的这两个小盒子都是包装盒 但是他们呢就很适合放这些小的零碎的东西 我觉得还挺好的 然后还有两个地方没有说的 就是房子本身有戴这样一个很像酒店的这个挂毛筋的 然后我放了我的一个干发帽 然后这边呢放了我三个最常用的发孤 所以我个人用下来感觉这颗柜子真的是挺香的 就延迟很复古 而且确实是它里面的收纳空间很足够 然后正好呢这边对面呢 就是这一个洗手间浴室 我过来看一下 这个浴室你有印象是房东后来改的 还是本来就有的吗 应该是本来就有的 本来就有的 对这个卫生间它没有动 OKOK 来带大家过来看一下 洗澡了 然后这一块呢 这三个隔板 我觉得应该是房东后来就是装的 我觉得还蛮实用的啊 我会把我自己平时常用的一些东西放在这两层 然后不常用的放到第三层这样子 而且它的高度也是刚刚好 OK这就是我的洗手间 然后接下来我们去看你腾个的 走吧 你的还是蛮不错的洗手间 我觉得挺好的 就我自己也觉得很舒服 而且空间也是蛮大的 对 go move move 我其实也更喜欢你的 厨师的样子 真的吗 对比我的要经典 OK走吧 哈喽大家好 来上厕所呀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卫生间 来嘛 你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整体嘛 就非常的简单 颜色也是比较的简单 就是黑白色为主 为什么一下 当然没法跟Christia那边的金碧辉煌比 因为这个就是房东台后来自己加的 可以说现代也可以说简易 但反正够我用了 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 然后这里就是一个洗手池 这是水龙头啊 这是水龙头 然后我最爱的香皂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困扰 就是香皂用到后期的时候 它就会断 就断成两半的这种经常 你知道可以怎么办吗 怎么办 给捏起来 拿一个袜子把汤凉 我觉得有必要跟大家说一下 我的这个肥皂的用量 我基本上一个月用一块这个香皂 然后洗手院好像差不多也是一个月 不到一个月 真的很夸张 所以香皂来说还是更划算一些 对我来说 我这边就非常简单 牙膏 这什么牙刷 牙膏 洗面奶 漱口水 然后这香氛不是我的 Christia非要放我这 我这其实没什么味儿 但它这 没有 是因为奶多了 没地儿摆 非要摆我这 然后这个是一个喷雾 也是我最近采用的 对然后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个身体乳 还不错 就是因为我胳膊上有些鸡皮疯嘛 然后用这个还不错 是广告不是广告 然后我这边防农装的是一个这种镜子的柜子 就里边能装东西的 我基本上我日常用的东西都在这边 棉前 这个发辣 然后牙线 然后这个是 这叫啥 T恤刀 这个是去黑头子嘛 然后这个 这个是那个叫什么鼻毛 然后这边是那个我晚上带的那个保持器 然后这个也是个擦点油 这个也是擦点油 然后这个是那个 发辣 发辣 经济男孩 然后这俩是防晒 我基本上都没怎么用 哎 男生就真的是我让他用 让他用 他就是不爱用 嗯 气死我了 这边比较大 但是我轻易不打开 因为太大了 不防腻 也没什么玩意儿 基本上上面这些 我这个是 Kritsida强行给我的 因为我觉得他有一段时间用了以后 效果还不错 结果给了他以后呢 他就不用了 对 然后这个 这个是个洗脸的什么玩意儿 我也不怎么用 然后这个西瓜霜 口浆 治苦将飞扬 这个是隐线镜 这有个去黑头子 Kritsida 不知道从哪个我搞的一个 这 这边都是一些备用的东西 比如棉签的备用啊 漱口水的备用 牙膏的备用 对 我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 所以啥都得备着点 多少都备着点 然后这东西是那个 其实我也不知道干嘛的 但好像 晚上洗澡 然后早上睡一觉之后 头发会就是整的 就是形状不太好 那你碰完这个之后 再扑了扑了 差不多 就能恢复到一个自然的状态 然后这个是牙线 黑人这个牙线我还挺喜欢的 长啥样 给大家看 我觉得你这个好像好物分享啊 因为你东西太少了 每一个都可以跟大家说一下 对 然后这边 这个是Kritsida 她不用的一个身体乳 我觉得你在害我 她说这个身体乳 什么味道像男生 还是怎样 对对对 然后就给我 我最开始很喜欢 因为手点偏木雕 然后用着用着 我说你怎么感觉像男生用的 就像腾哥用 然后腾哥结果更喜欢用的是 那个郁泽的身体 你知道为啥吗 因为我有一天用着玩意儿 直接擦身上 然后我去公司上班 然后人家旁边 就分特别大 我旁边就同事过去说 找我对面的人说 正聊工作上水 然后突然说 你是不是抹香水 然后他说没有啊 他说什么会儿 就是这种 然后我在拍摄也讲说 我不死呢 我就一目射死了 了解你老子 然后不是再说 我就假装特别在认真的 在工作 假装什么都没听到 这种感觉真的 然后Saraway也是一个身体乳 没有味道 还不错 然后这边是一个洗鼻器 我觉得还挺好的 OK 我这边东西就这么多 非常少 我一个跟大家说 我觉得都比你说的少 然后然后我这边不需要吃 没有这个烦恼 真是够讨厌的 洗手池的下边 刚好有一个这种平台 也可以放一些东西 我基本上就是放一些 卫生间的周边 比如说像这种抹布啊 然后什么 这个是勾头发式的 然后那个清洁剂 然后这边干活的手套 对 劳动人民 器械必须选 然后这边是有三个抽屉 第一个抽屉 基本上都是旅游会用的 比如说这个 剃须刀的这个盒 然后一些特别小的牙膏 小于100克 这个漱口水 中间这个抽屉 刚刚洗鼻器的那个 生理盐水 那些盐道 备用的香皂 洗面奶 然后牙刷头啊 隐形眼镜 这个是牙套 保持器 然后这边 就是干发帽 我这头发明显不需要 就是Christina她的东西 因为她那边没地儿放 所以只能先放我这边 对 然后 然后没啥 对 然后给大家摔下这个马桶吧 我想问一下 大家有没有见过这个马 就是这种类型的马桶 反正我第一次来的时候 我都不知道这个马桶能不能用 因为这个马桶没有水箱 你知道吗 就我从来没见到 就是没有水箱的马桶 然后她这个叫什么 房东搞的一个电马桶 可以给大家试一下 你必须得摁一下 你听 里边就不给大家看看 因为可能影响了一些什么东西 对吧 影响观感 就她现在在蓄水 晚上如果半夜起 用这个厕所 真的是特别的影响 就是别人的睡眠 说完之后 然后得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东西 这也就是跟Christina那边 那个卫生间一样 这是一个干毛巾的 但是她这个位置真的是特别尴尬 我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因为在厕所上边你知道吧 然后有时候你放毛巾 都会有味儿 真的 真的 大家如果加装的话稍微注意一下 但这玩意儿还挺好用的 我觉得家里有个这个很舒服 然后这边就是那个叫什么 龟枣 叫什么 龟枣泥垫 龟枣泥垫 对 就是你洗完澡之后这边踩一下 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对 我们之前在美国的是那种叫什么 是棉的那个地上 就特别容易脏 然后脏了就不太好打领了 对 我这边有洁癖 然后这边就是洗澡 浴室 不叫浴室 浴室 这边是浴室 给大家瞅一下 我的东西太少了 这个是一个护法素 这个是个洗头膏 都是可以私家给我买的 我觉得这两个特别好用 这边还有一个平时我干活的刷子 就是如果打扫卫生间的话 把这个可以刷刷地什么的 然后这个是一个浴球 然后一个毛巾 没了 我不喜欢用浴巾 擦完脸擦头擦完头擦身上 就好了吗 不需要浴巾 对 结束了 结束了 吐这么多 还挺快 对 大家想听我吐槽吗 不想 不是吐槽你 是吐槽这个卫生间的问题 卫生间问题真的很多 我们下一期 如果给大家出风Tour 或者是租房的建议的话 可以再洗手 好了 我们已经看完腾哥的浴室 我现在太热 现在就穿了个背心 大家更喜欢我的手机 还是腾哥的嘞 肯定是你的 你在那儿多景点 大家看大家的投票了 然后再关于租房 还有房子上面有什么小问题 也可以跟我们讲 因为我们其实这一年 租房还蛮多心得和体验的 而且其实在中国租房 和在美国租房有挺多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之后有 大家如果想看的话 再给大家出发 大家不想看就没有动力了 想不想看我都想出呢 因为我觉得真的就是非常的长知识 就以前完全不知道 对对对 真的就是来了之后 自己踩过的坑 就是大家到时候就不要再踩了 可以帮大家避避泪 对我觉得还是挺有用的 生活小双食 耶 那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 拜拜 掰掰